我们终于要结束一幅所书了 各位 我们来到一幅所书 最后一讲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属灵的信息 各位 整本一幅所书都是非常属灵的 因为从一幅所书一开始的时候 你们会读到什么 神在基督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 然后现在读到第六章后面 就讲到什么 我们要怎么打属灵的战争 这个属灵的战争要用属灵的方法来打 怎么打呢 就是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服军装 各位 我先这么说 当我们讲这个属灵这个字 我就发现很多人误解 各位 属灵不是神秘 各位 很多信徒一讲到属灵的时候 他们就是对这个有神神秘秘的理解 好像人要进到神神秘秘的光景 好像浑游向外啦 要讲方言啦 或者要有特别神奇的那种感悟啦 等等 各位 这些不是圣经所讲的属灵 特别我们看一幅所书的时候 当保罗讲到你们要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他的大前提不是讲到刚刚我讲的这些经历 他讲的是你们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然后不要醉酒 对不对 不要进到那种 失去你的理性的那种光景 你哪要被圣灵充满 有吗 所以呢 各位 我现在要说就是当我们讲属灵的时候 我顺便跟各位讲 属灵的意思呢 是跟神的话有关系的 各位 很重要 跟神的话有关系 因为神的话本是属灵的 阿们 我们主耶稣说 我所对你们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神的话是有属灵层面的 因为他把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属灵事实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要打属灵的战争的话 我们的心思里面要有神的话 我们要从神的话能够判断 现在人的话 人的情况 环境 这个带给我要怎么攻击我 要知道神在这个当中做什么 隐藏的美意是什么 各位 这是属灵的看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打属灵的战争 不是单单靠小蟲鸣 或者血气来对应人对应情况 你要靠神的话 没有神的话 你不知道神的话讲什么 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情况应用神的话 那你不能叫属灵的 你还是属肉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先清楚知道 属灵是跟神的话有关 然后另外当我们讲到属灵这个字的时候 这是与人的心灵的深处有关系的事情 人的心灵的深处 我们被造的时候是有灵的活人 能够预生交通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人的心灵的深处 对你心灵的深处 你受到有一些攻击的时候 我们会有受伤 会有惧怕 会有担忧 会有受控告的心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呢 你不要放任他 你放任的话不好 那个时候你要抓住神的话 特别神的话里面 有神的应许 按着他的应许 进到心灵的深处 怎样 向神祷告 呼求神 依靠神 在那个时候 叫神 他的能力 他的安慰 能够充满你 能够帮助你 扶持你 各位属灵的人 所以属灵的人是知道 什么时候要安静 依靠主 呼求主 属灵的人不只是那种 我要忙着做什么 服侍什么 好像要找人 讲什么 处理什么事情 属灵的人是知道 什么时候呢 我要进到心灵的深处 安静下来 面对主 所以呢 在穿戴全服军装之后呢 等一下你会看到 保罗说什么 你们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对 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 你的心灵要能够依靠主 成为刚强壮胆的人 那你才有平安 我们基督徒呢 不能一直带着忧愁 担心 惧怕 内疚 受控告 然后带着这种心啊 然后呢 你就来教会 要服侍 主一直要服侍 你久了 你就抑郁 所以教会里面 有抑郁症的人很多 对不对 其实他们没有属灵啊 他们没有按着神的话 来在最重要的时刻 常常依靠主 呼求主 仰望主 所以呢 他们的整个的服事 就是其实在忧愁里面做 然后呢 又受到更多的攻击 更多的控告 对不对 不对 所以各位想想看 如果保罗现在在写监狱书信啊 如果他在心里充满担忧 我只是被砍头啊 解释什么 然后现在 要写书信 要安慰弟兄姐妹 哎呀 怎么办 这种压力啊 能够叫他平安吗 不可能平安 对不对 不可能叫他的心怀念被保守 所以我们明白 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 不是你没有讲方言的问题 不是你没有做异梦的问题 是你不属灵 没有抓住神的话 进到心灵的深处仰望 依靠主的问题来的 所以我们 特别我们槟城基督生命堂 也是从牧师去年 今年在各位当中 有些人是看到 哇 牧师来的时候 真的是打属灵的战争 你在这个地方 偶像的势力这么强大的时候 我们要建立这个教会 教会要合一 要前进 其实很多仇敌的工作 很多仇敌的暗示 借着人 借着情况 借着人的话来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属灵的人呢 我们知道我们等候属 继续传讲神的道 继续祷告 然后看到神开路 神拆毁 神建造 神做重要的一些更新的工作 各位 这是属灵人 才能打的战争来的 那保罗现在在监狱里面 在写这个以福所书 到最后讲到 我们要成为属灵人 我们要怎样成为属灵人 我们一起看 各位 以福所书 六章 我们终于读到最后了 六章 我们一起来看 第十节 这第一句话就很重要了 第一句话说 一起来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所以这个末了的话 各位就是说很重要的 不能不讲的 因为这个是跟我们 整个信仰生活的 得胜有余有关系的 所以这末了的话 这里说什么 你们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各位 基督徒在面对 各种的患难跟失恋的时候 不是只有软弱 自怜 然后很自责 埋怨人 埋怨环境 各位很多基督徒的样子 是这样的 基督徒不是这样的 基督徒要懂得怎么 靠着主 依赖主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没有错 我们是人 我们会软弱的 我们有限 但是主有大能大力 所以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 第十节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要掌握的是怎么 依赖他的大能 依赖主 他是有大能的 他是全能的 所以我要懂得依赖他 我在我的难处中 受伤中 无助中 惧怕中 要懂得依赖他 这个是我们整个的成为属灵人的 那个属灵功夫 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 所以现在我们继续看 所以现在要怎么依赖主呢 下面讲到什么 属灵的仇敌 特别第十一节到十二节 讲到属灵仇敌 你们一定要知道 现在在攻击你们的是什么 十一节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服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各位 哪一个话抓到你 鬼 诡 各位 他是有诡计的 scheme 各位读到诡计 这个意思 你就明白了 他是非常狡猾的 他是会暗示人 他是会 抓住你的弱点 所以他是知道你的弱点的地方 各位明白吗 所以某一个人 都有一些 一些弱点在生命里 各位 有些人是很容易被控告 心灵很敏感的 有些人很容易受伤 有些人是很容易担忧 很容易受暗示 或者有一些人是旁边的人 讲什么话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评语来的时候 很容易受影响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各位 有些人是 你家庭有什么问题 就不能了 担心了不得了 对不对 各位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 魔鬼的诡计 他就知道 他有一个欺骗人的意图 有一个阴谋 就知道 有一些人在这样的人 这样的情况 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完全会受欺骗了 会被压倒 所以很重要 明白吗 所以你的仇敌 你不认识你的仇敌 你的仇敌认识你 你会明白这句话 所以现在 你要打属灵的战争 你要认识他 不要奇奇怪怪认识他 他好像两个脚 在我给你做恶梦 有人来追杀你 魔鬼 不是这样 各位 其实在实况当中 做工的 在写灵的工作 十二节 说 因我们并不是与 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 恶魔征战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吗 恶魔来的 它是有组织力量 执政掌权的 然后有能力的 所以这里讲到 他的属灵权柄的时候 他与他堕落的天使 有一个组织系统 他们是很合一的 一起要攻击教会 他们之间是没有爱 但是他们在抵挡神 攻击教会 攻击信徒的事情上 他们是有组织 有能力的 对不对 那么各位 当圣经 然后这里说 他们不是属血气的 特别这句话 就是肉眼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 会感觉到 他凶恶的工作 那各位 当圣经跟我们说 他是执政掌权 有能的 我先说这句话 不是叫我们惧怕的 这句话不是叫我们惧怕的 因为他的权柄再大 没有大过神 多落的天使再多 没有多过公义的天使 阿们 但是 当圣经讲这些话的时候 第一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属灵的存在体 是一个事实 他们是攻击信徒的属灵存在体 所以我们很容易 落入的问题是什么 常常就是看不到就没有感知 看不到 你看不到鬼嘛 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牧师你们讲邪灵的攻击 我觉得这是人啦 人带来的啦 人为 对 他透过人攻击 他透过人的话暗示你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就一直在对人 对人越来越生气 要跟人搞分裂 各位 你们有发现 你上当了 后面有一个看住你们 哈哈太开心了 你们吵架 对不对 所以 你们会知道 不要眼睛看不到就觉得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是 在看得到的人和环境 听得到的人的言语里面 我们要察觉有他的工作 OK 这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 这个属灵的存在体呢 抵挡神的存在体 他们是有组织能力的 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方法 靠人的意志来要跟他搏斗 你一定要用属灵的方法 阿们 属灵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下面要讲什么 穿戴神所赐的 全服军装了 所以下面 13节到第17节都是讲到 全服军装的内容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13节到17节 123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服军装 好在末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的足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静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并带上救恩的头灰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各位很重要 各位末难的日子 各位末难的日子来到要抵挡仇敌 当然这个世代已经是堕落了 都是末难的日子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他的攻击比较强烈的时候 各位更是要懂得抓住神的道 进到心灵的深处来抵挡他 所以现在穿戴神所赐的全服军装 那在这个几样呢 全服军装 几样 算一下 六样 我给各位答案 各位 这个六样呢 我先给各位说 两方面 各位写下来 第一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全服军装的时候呢 他是以真理开始 用真理塑腰 然后最后到什么 神的道 就是圣灵的宝剑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都是神的话 其实整个六样 都是要 都是在神的话 神的启示的话里面 给你的一个答案 给你的一个信念 你要抓住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弟 所以我一开始说 属灵的东西 是跟神的话有关系的 所以你有时候很想祷告 但是祷告不了 你祷告的那种心境 祷告的那种感觉不来 因为你没有神的话 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只有乱 对不对 好像求神拜佛一样 帮我帮我 只有这样 神的话讲什么 你不懂 所以各位 你一定明白说 全服军装呢 是真的很清楚的告诉你 这是神的全备的话 那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和能耐 跟魔鬼战斗 一定要穿戴全服军装 然后全服军装的另外第二呢 你会发现它是全备的 所以全服 全服 所以呢 从防备 对不对 有一些是防备 有一些是攻击 各位有没有发现 好像盾牌防备 公义护心镜防备 圣灵的宝剑攻击 对不对 平安的福音的鞋 要跑 对不对 要前进 各位 但是呢 很重点是什么 这个六样呢 一个不能少 我刚才说什么 魔鬼会知道你的什么 特别你的弱点 弱点 这个很重要的 每一个人 你容易软弱 容易犯罪 容易跌倒 容易受暗示的 弱点 所以 人都是这样的 有弱点的 对不对 朱牧师也有 所以呢 神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要穿戴 全服军装 哎呀 救恩的头盔不用了 拿掉 就是被射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圣灵宝剑不用 对不对 我有信心 你只有挡 一直挡 没有攻击的 对不对 你不懂怎么用神的话 来回应魔鬼 你看 你们有没有发现 所以 我们的信仰都是有一种欠缺 所以才会导致我们跌倒 常常都会这样欠缺 所以现在的人 读经也是没事 断章取义读 就跟你讲恩典 没有跟你讲苦难 没有跟你讲有一些罪 要远离 你看 这种欠缺福音 我们每次说 就是全服军装穿一半 那种光景 所以呢 要做刚强壮胆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服军装 每一个都有意思 所以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 好不好 第一是什么 真理的腰带 用真理束腰 对不对 所以the belt of truth 真理的腰带 各位 真理的腰带 全服军装 保罗一定是看的 罗马兵丁嘛 他们那时候 罗马兵丁 罗马军队是最强盛的军队来的 所以他们怎么穿全服军装 这个军装呢 其实很重的 但是你要整个穿起来 一定要到你的膝盖 上面 所以你才能活动 灵活的跑嘛 然后剑可以放在旁边 对不对 然后要用一个很大的袋子 要束 要明白吗 这是罗马兵丁 他们穿全服军装的这个样子 那么所以 圣经说这是一个真理的腰带 所以我们要穿的不是那个腰带 对不对 我们要穿上真理 所以真理 所以神的话是真理 为什么神的 先用真理来讲 因为魔鬼 其中一个诡计是什么 他的谎言 太厉害了 他的这个谎言呢 是半真半假 他用他的谎言 就是始祖犯罪 有没有 你们吃的日子 不一定死啊 可能可以跟神一样 知道善恶 对不对 然后但是没有告诉他们 你们违背神的结果是怎样 就半真半假 他要试探耶稣的时候呢 在旷野 你若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你是对不对 你若是神的儿子 好像是对的 对不对 就叫这个石头变成面包 或者你就怎样 你就跳下来 他用他的天使护卫 我们主耶稣马上用什么 也用真 用什么 也用神的话 用神的话 所讲的真理来对应 有没有发现 不可试探你的神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半真半假的东西啊 就是现在教会 为什么这么软弱的光景 很多的传道人 受到他的影响 讲半真半假的福音 欠缺的福音 了解吗 所以呢 信徒当然了 他就听福音听一半的那种 听神的话 听局部性的 就听自己喜欢听 哪里会刚强 不可能刚强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很清楚要知道啊 真理书要第一 你听真假分不出 人的话 神的话分不出 真假分不出 你不要想会刚强 OK 第二 什么 来 公益什么 护心镜 各位 公益的护心镜在哪里呢 对 在这个胸部 其实很大片的 而且很扎实 很刚硬的 一个 为什么这边要遮啊 你的主要器官在这边啊 你的心脏 你的肺啊 你的肚子啊 这些 这个仇敌刀刺下去 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遮凶的这个部分啊 公益护心镜 很重要的 那么各位 为什么叫公益 的护心镜 你读到公益这个字 你就想到什么 什么益 难道你的益吗 谁归算于你的益 基督在十字架上 归算于你的益 对不对 你的益 所以神看到你的时候 是看到基督的益 在你身上 所以你要依靠的是什么 不是自己的益 我的行为 我的热心 我爱主 我什么 No 你这样的 在神面前的 这样的心境 很快会跌倒 骄傲跌倒 公益的 然后如时候 他控告来了 控告 你看 你这样的人 哪里有公益 我的益是来自基督 为我成就 明白吗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神面前 常常站立的住 身为基督的益 也因这个基督的益 我们能够面对 仇敌 迎面而来的 控告的声音 暗示的声音 各位很怕被人讲 对不对 很怕被人讲 人家讲你一点点 就 我很差 我很 骄傲 我很懦弱 各位 每次被控告 没有穿公义的护心 姐妹们特别是 心灵很敏感 对不对 可是姐妹们 我每次看 人家讲你一点点 哇 好像整个人要死不活 为什么这样 人说你 他是神 神知道你 知道你的软弱 为你死 对不对 公义的护心境 第三 还有什么 等一下 这里说什么 平安福音的邪 平安福音的邪 各位 平安福音的邪呢 各位 马上听到什么 罗马书 十章十五节 那报福音 传起信的人 他的脚中 何等 加美 各位 为什么用 平安福音的邪 各位 你们也要明白 这个 整个的 罗马兵丁 穿戴的这个 有古时 跟古时的战争 有关系的 在古时战争的时候呢 军队在前线作战了 对不对 然后百姓 在诚意里面 等候 消息 然后打战 打战 那个战事如何 到底我 我方的军队 是赢还是输 这个很关键 因为这个诚意里面的 百姓就 等着这个消息来 如果我们输了 完蛋了 我跟我的家庭 成为奴隶了 对不对 我们赢的话 这是大好的消息 有吗 所以当时候 没有电话 没有通信 还没有发明这个 所以通常 他们会派一个跑腿的 通常叫做通信兵 在前线的时候 派 告诉诚意的人 我们赢了 或者我们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通信兵 就跑回去 诚意 从战场跑回去的时候 那么 这个百姓呢 就 如果听到坏消息 哇 他们忧愁 忧虑到 甚至把那个通信 打死都有的 有时候 就忧愁到这个地步 所以呢 这个通信的人 压力很大 战战兢兢 对不对 那如果是 好消息 哇 后来他们就知道 好消息 他跑过来的时候 飞跑的脚步 冲过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坏消息 你就从远远看到 他带着很沉重的脚步 一步一步走回来 所以呢 就这个的意思 你明白吗 所以诚意的人 是多么需要知道 这个消息 也多么需要知道 好消息 阿们 对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你要传好消息 传平安的福音 叫神与人和好的福音 对不对 各位 仇敌呢 怕的是谁 你整天在教会 只有讲闲话 然后呢 众商人 讲谣言 一讲福音 不会讲 一点福音的信息 都没有 仇敌不怕 仇敌是很喜欢这种人 但是仇敌呢 害怕的人是 常常一开口 就能够传和平的福音 好消息的福音 叫神与人和好 人与神和好 也叫人与人和好的 那个福音 阿们 有没有 所以呢 各位记得 所以征战的这个部分 很重要的 仇敌怕死 什么东西 威胁到仇敌 能够胜过他的诡计的是什么 对 这几样东西 很记得 很有意思 保罗讲这个 属灵的意思都在里面 第四什么 信德的盾牌 各位 信德的盾牌呢 各位 我们问 在罗马军队作战的时候呢 他们很厉害的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会围困 围困一个诚意 所以呢 他们要围困诚意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个军团 他们走向那个城墙的时候呢 那城墙上面 敌军一定是会射箭 对不对 一定射箭 当时候嘛 很多攻守 然后甚至有时不但是射箭啊 把那个箭头放火 然后射下去 所以你要烧死他们 射死他们也烧死他们 不然就烧死他们 所以这个罗马军队啊 他们是很厉害的 他们有这个盾牌 然后他们的盾牌呢不是圆的 是长形的 你们看电影你们会知道嘛 那罗马军队打战的时候呢 长形的 所以一个团队 军团要往那个城墙去的时候呢 那前面那牌呢 他们是盾牌是直的 然后后面是怎么样 盾牌放上面 所以他整个包起来 对不对 然后射箭的时候射不到 射箭的时候射不到 还有什么 他们呢 因为知道有火箭 所以他们拿那个动物的皮革 放在 正在水 然后呢 放在他们的盾牌 粘在盾牌上面 所以什么火箭来就灭掉了 火箭来有水嘛 各位厉害不厉害 罗马兵兵 多么厉害 所以现在各位 你问一个很重要的话 你们的信仰 有没有信德的盾牌 现在你们问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基督精兵 有没有信德的盾牌 各位 我们的信仰是 讲到信的时候 跟什么有关系 因信成义 对不对 我们知道 借着信 还有什么 你成义完之后 你因信什么 得胜的 对不对 仇敌的火箭来 各位 火箭啊 火是会烧伤人 箭是刺伤人 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 或者教会服侍啊 或者这些 跟人的关系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信徒呢 他们的心灵被烧伤 刺伤 很多时候有苦难 试炼来打击冲击的时候 给我们阴影 就成为一个 好像心灵里面的 印在那边的疤痕 不能忘记 我不能忘记 那个弟兄讲过我 我不能忘记 那个姐妹这样对我 各位有没有 那个伤痕啊 在那个地方 你们知道吗 这个火箭多厉害 可是你被人的话 控告过的时候 哇 那个东西 使你无敌自容 从那时候起 你不能饶恕人 有时候 这个是一个伤痕 你们明白吗 所以你们要懂 这个仇敌的火箭啊 你一定要挡住它 挡住 所以呢 你不但要记得 因性称为义 对 因性称义的这个 这个应许 能够抵挡 还要因性 怎么面对各样的患难 各位 这个在哪里看到 我给各位再翻 你们翻到罗马书好不好 罗马书 我是用同样的书 保罗 同样的作者写的 然后我们看 保罗 罗马书五章 五章这里你看 五章第一节 我们既因性称义 感谢主 就借着我们主耶稣 基督得与神 怎样 相和 和好了 所以我们又借着他 因性 得进入 站在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感谢主 所以你因性了 能够与神和好 站在恩典中 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 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你因性称义 下面之后 考验你的 信仰的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有患难就来 所以下面说什么 不但如此 不但是指你称义 欢欢喜喜 站在恩典中 这个义也告诉你什么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 为什么 我在患难中 怎么能够欢喜 人说我 人伤到我 我怎么能够 克服这个东西 因为患难 神忍耐 忍耐 神老恋 老恋神 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各位 你明白这句话吗 各位 很多时候呢 我们因性称义 只是留在一个观念 我在神面前称义 你要知道一个称义的人 与神和好的人 继续用信心 依靠主 他是在神眼中一个义人 所以呢 就算有各种的患难临到他 那个患难最终的结果呢 是叫他更加的看见神的爱 神的荣耀 阿们 所以那你说 那为什么患难来 那个患难来 是有理由的 不是管教 而已 不是刑法 乃是什么 在那个患难 神忍耐 因为要炼经 忍耐神 老恋 所以成为一个老恋的基督徒 没有这么容易摇动 没有这么容易被人的话伤到 没有这么容易 对 然后老恋神 盼望 盼望主 关注 盼望 不要放在地上 不要放在人 将来要见到主的荣耀 对不对 盼望主 然后当你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呢 盼望不至于羞愧的 因为现在 不是将来 现在 神所赐的圣灵 对 一定 一定怎么将神的爱 浇灌你 用他的这个爱来保护你 为什么你看不到神的爱 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你的盼望在人 在地上 所以环境不好 人对你不好就没有盼望 就看不到神的爱了 有没有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第一 第五章 罗马书 一到五节 从信 因信称义 讲到第五节是讲什么 讲到爱 从信 到爱 有没有发现 所以 各位 这个是信仰的一个奥秘来的 信德的准排 灭尽一切的火箭 神爱你 神与你同在 谁能够控告你 对不对 神把一切都赐给你 谁能够控告你 有基督耶稣 在宝座上为我待求 谁能够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这个是信心所最后带来的 那个跟神之间的爱 所以各位 火箭是很危险的 我是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服侍 不要讲别人 我自己也很多的受伤 其实很多的受伤里面 我怎样在主面前 就是站立的主 其实后来发现 你不能靠人的 你要靠主的道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穿戴他所赐的全副军状 不要道理听而已 道理一听完然后就看人 道理听了就看环境 道理听了就是 回到家就就哎呀问题了 什么这些 不要这样 各位 神没有离开我们 第五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救恩的头灰 对 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了 头当然重要了 对不对 这个是致命的地方 那救恩的头灰呢 是告诉我们 不但救恩嘛 你知道你得救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救恩 这样我们救恩之后 带来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与神同行 我们成圣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会发现 有些人只有卡在得救 不能成长 其实救恩更重要 在救恩之后呢 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什么 救恩的窃取 很重要 所以以福所书第一章就开始讲 救恩的事情 对不对 他在创立世界以前 拣选了你们 预定了你们 得儿子的名分 为了告诉你们什么 为了给你们谢句 腓立比书一章六节 那在你们里面 动了善功的 必定什么 成全这功 直到基督的日子 有没有 所以你的信仰 要能够 要免去 这个致命的一击 是需要这个 救恩的窃取 窃取 没有窃取的信仰生活 神今天爱我 然后明天情况改变 我软弱了 神就离开我 你不用想跟魔鬼争战 他很快一控告你 你就跌倒了 明白吗 有窃取的 你的信仰生活 会不会内容很多啊 大家 所以你有窃取之后 才能走成圣的路 没有窃取 今天神爱我 明天神恨我 能怎么走成圣的路 最后是什么 还有圣灵的宝剑 感谢主 圣灵的宝剑是什么 为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神的道 为什么不要讲神的道 为什么要讲圣灵的宝剑 你们有没有问过这句话 为什么要剑是用来攻击的 对不对 回应的 但是呢 神的道 你知道圣经 对不对 这里很清楚知道 神的话我要读 我要认识 对不对 因性称义的交易 这些很多各方 救恩的窃取 我都懂 但是圣灵呢 的宝剑 圣灵叫你什么 叫你懂得怎么应用 神的话 应用 在什么时候 以怎样的神的话 神的应许来对应抽递 这个很重要 所以活泼的 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 圣灵在你心里面 叫你想起神对你讲的一切话 对不对 在适当的时候 用怎样的话 安慰你 劝解你 劝解你 坚强你 圣灵的宝剑 所以 如果一个人就是只有 实实版版的这样 读神学 读教育 他不懂得什么叫圣灵的宝剑 你就发现他很直版 那他想不起 到底这个情况里面 神用怎样的话 来感动我 安慰我 所以我们牧养人 很多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要用圣灵的宝剑 有时用神的话 责备他 有时用神的话 安慰他 有没有 圣灵的宝剑 奇妙不奇妙 OK 再讲一遍 一个都不能少 福音不是选择的 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讲什么 全备 全服 军装 OK 差不多讲完了 然后现在 感谢主啊 我们讲到最后了 现在我们快快 要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 各位 因为在这个里面 还有一句什么 十八节读 怎样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 祈求 并要在此 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 祈求 各位 随时 多方祷告 各位 这句话再一次讲 不是讲方言 各位 随时 当然 无时无刻 对不对 然后呢 无时无刻里面 当然有时候 也需要安静的时候 无时无刻 有一种谨慎的心 无时无刻 但是呢 多方 随时多方祷告 这个是 我再讲一遍 这个是要进到 心灵的身处 随时 对 随时多方祷告 不是讲方言 你讲方言 你根本 这个跟神的话 跟圣灵是脱节的 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说 靠着圣灵 那这里讲圣灵 那你学习神的话了 然后现在呢 忽然间 关掉你的悟性 然后就讲方言 不对 也不是那种 就用嘴巴 很形式的祷告 肤浅的祷告 不是 你明白了神的道 然后现在有仇敌 你时常面对仇敌 给你的心的压力 暗示 控告 担忧 你的心灵里面 要常常进到 心灵的深处里面 很狠切的 迫切的祷告 保罗很多时候 狠切的祷告 各位 有没有发现 他心胜迫切 《使徒经传》 你们看到众使徒们 他们狠切的祷告 所以这个是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 还有祈求 很多的祈求 因为有需要 为众圣徒 为教会祈求 所以 进到这样的 有根有基 有神的道的 靠圣灵祷告 就是不是只有 把祷告当作一种形式 所以神的话 跟祷告是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学了神的话 你的心灵呼求 你的心灵 你的心灵 移植的祷告 依靠 常常这样的 信仰生活 就是你发现 仇敌 怎样的攻击来 一下子就消散 一下子就消散 不会在那边 收住 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 两年 带来的自己 心灵 也受折腾 然后你的问题 不结束 你一定是把 从你的口 带给你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 一起跟你受控告 一起担忧 这些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呢 现在我们 十九节说 然后 为我祈求 使我靠着口才 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 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所以口才和胆量 是传福音者很需要的 保罗在受困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退缩 他一直在监狱里面 做见证 各位还记得 他跟雅基巴王 做见证吗 雅基巴王 持度训章 二十六章的时候 跟他做见证 雅基巴王说 你以为这样劝一下 我却能做基督徒吗 保罗说 或多劝 或少劝 我只有盼望 祷告一件事 就是 不管是你和在座的人 都能够 像我一样 成为基督徒 只是不要 像我这样 有这个捆索 但是我都盼望 你们能够得到 这福音的好处 对不对 所以保罗很有胆量 也很有智慧的 常常有口才 有胆量 传讲神的话 所以叫一切听他的 都被他吸引 二十节 然后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ambassador 对不对 他是福音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境的本分 放胆讲论 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外 保罗是整个历史 最伟大的福音使者 他得识不得识传道 向各种的人能够传 在各种的场合能够传 传扬福音 你认识福音多少 你传扬福音多少 有时在教会这么久 各位会发现 你有没有问自己 我是不是一个得识不得识 传福音的人 还是我是常常说千话的人 各位有时候 我跟我说不认识福音的人 他们讲的话 带来的意念 是跟福音相反 不是带来和睦 带来分裂 所以呢 我们一定知道 保罗现在 他所认识的 传讲的福音 是多么的尊贵的 多么的重要 所以叫大家为他祷告 二十一节 二十二节 今有所亲爱 忠心侍奉主的弟兄 推几股 是吗 他要把我的事情 并我的情况 如何全告诉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哎呀 这句话太美了 保罗这里最后的话 告诉我们说 其实以福所教会都知道他下间 大家都很担心 很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他把这个以福所书的信 写了 交给推积国 叫他拿给教会 然后告诉教会 我在这边的境况怎样 然后福音呢 在这个地方被广传 怎样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会看到圣徒之间的相通 圣徒之间的相爱这些 所以有时候我们来祷告会 我们知道彼此的境况 这个就是一种相爱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祷告会 那祷告会来不是只有祷告 你要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 情况 然后一起祷告 这个里面就有圣灵的工作 所以感谢主 二十三节一起来 愿平安 仁爱 信心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弟兄们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各位 平安 仁爱 信心 这都是神赐给圣徒的恩惠 在那里 我们特别会看见 在哪里会看见这些 仁爱 信心 平安 有神的话被传讲 有神的话被传讲的时候 圣徒相通的时候 会看得到 所以你们问 我们教会的整个的属灵环境是这样吗 仁爱 信心 平安 然后呢 这里特别说 并愿所有诚心爱 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诚心爱 这个是undying love 不是一种浪漫的爱 不是那种环境一改变就没有了 就改变的爱 不是 undying 不变的 我们的爱是在主里面 我们圣徒相通 我们彼此包容 彼此带导 这个爱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 因为主把这样美好的一个书信给我们 这么属灵的书信 但是也是充满信心 充满爱心的书信给我们 教我们在主面前 学习这一点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这本书 一幅所书的结束结尾 来叫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信徒 主我们为着我们每个生命堂来祷告 主每个生命堂都是处在一个 属灵战争的一个环境里 我们知道内忧外患 各种的问题要攻击圣徒 但是感谢主赐下你的应许 也让我们知道这个全服军装的奥秘 教我们能够生命得保守 心被保守 然后不但能够成就 能够站立的住 也能够为主成就一切 求主帮助我们众人 教会是在这个地上 是一个明灯照亮 就在黑暗的世界当中 因为有教会 所以这个世界才有希望 所以求主保守每一间教会 保守每一间生命堂 愿我们都在我们的岗位 我们的地区 我们的领域里面 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感谢主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